完蛋了 我現在真的完全覺得 他有可能是超級高方AA貨 他說這個包有一點點怪怪 那今天就是非常的砸重金開箱了 大家記不記得去年我在網路上代購 買了一個包包花了34萬 那今年呢也是要來一個進包對吧 所以呢我又在網路上找了另外一間代購 又買了另外一個愛瑪士的包包 花了25.8萬 為什麼這一次呢又非常的趕死 又去找了代購買包包 除了因為上次的經驗之外呢 讓我對代購其實增加了一點信心 畢竟大家如果看過上次那一集就知道 我買到的是真品 然後我還有點喘又有點緊張 因為我現在真的是超級超級興奮的 因為我今年呢完全沒有買任何的精品包 今年已經要年底了我真的一個都沒有買 那我們就一起來開箱吧 這一次呢我是找了另外一間代購 它是寄Fedex給我 看起來比上一次還要高級 所以我對它的幸運感又增加了10% 好好好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打開了 首先是一個愛瑪士的大袋子 完全都沒有一點破損 好那我們重點是這一個大箱子 到底這一次會不會買到假貨呢 我買的是Lindy 30 大象灰18的這個顏色 然後是金扣 貼紙正確 可信度又再增加10% 太高保鮮膜耶 真的是太認真了啦 而且盒子完全沒有一點破損 好那一定很多人要好奇 我不是有一個Lindy了嗎 就是在這邊 然後這個26公分呢 其實是最難買的 因為亞洲人普遍身型比較小 所以都是會買26公分 那個時候我還買到黑金 真的是非常幸運 但是呢我不是在台灣買的 那我晚點呢也會講像這種Lindy 雖然它不用配貨 但是這種26公分啊黑金這種基品 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買得到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等我開箱完我也會補充 那就是因為我買了這個之後呢 我發現實在是太好用了 所以我才想說今年買一個Lindy送給我媽 那因為我媽很高嘛 我媽173 所以26公分對她來說一定是太小 想說那我就買30好了 這個是正貨專櫃買的盒子 沒什麼差耶 雖然我現在還沒開箱它 但我對她的可信度呢 目前是40%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一起來開箱囉大家 3 2 聲音 我以為一開就會有包包了 看來我太久沒買包了 明明是買給我媽的 為什麼第一個人猜的人卻不是她呢 因為我擔心我媽不會錄影 然後也無從對證 所以我先幫我媽驗包 這個袋子摸起來 好不好也是非常的舒服 目前可信度來到60% 接下來我們吧 我真的很興奮 我看到本包了 這個是她的小書在裡面 賣家給我的構證 還有她們的證件套嗎 好像有類似可以保護包包的這種東西 再來就是我們包包本人 其實這次呢 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大象徽18的本人 真的是非常的 美 超美 我現在都覺得我應該幫自己再買個26公分 好那在開始對比之前呢 我們就先來 聞一下味道 就是非常舒服 非常高級的愛馬仕的味道 再來看一下車縫線 這個是黑色的 所以我的縫線呢 也是縫黑的就沒有很明顯 那她這一個大象徽呢 她的縫線是配白色的 縫線的部分也蠻紫的 沒有什麼問題 等一下 她在這邊的收尾 竟然沒有收乾淨 但是其他部分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看起來雖然她只多4公分 但是其實大蠻多的 再來我們打開內裡 先拉開拉鍊桿 沒什麼感覺 她有附一個這個 她裡面呢 原先會先放一個充氣的 為了讓她包包可以挺起來 其實她內裡的部分我覺得 還OK耶 好啦 目前看起來感覺 我對她的可惜 欸 完蛋了 我現在真的完全覺得 她有可能是超級高方AA貨 她的Hermes這邊通常都會硬東西 我這邊的H 竟然很不清楚 但是你們看我的這個包包 欸 我這個包包怎麼也那麼不清楚啊 欸 可是我這個已經鑑定過 我這個確定是真的 而且我是在專櫃買出來的 不管怎麼樣 總之我們就是買了嘛 自己在這邊的一樣 口說無品嘛對不對 我們上次的那一集的包包呢 我們是有拿去檢定的 所以今天我也打算 把我們這個Lindy30大象灰 拿去檢定 然後也順便的去估價一下 像我這樣子的全新的包包 直接拿去轉賣的話 可以賣多少呢 好 那我們就一樣 移動到二手精品當鋪吧 GO 啊 當鋒掉 那我們又來最熟悉的楓月了 因為這邊呢 除了可以買賣二手精品之外呢 他也是可以協助我鑑定包包 那 歡迎我們的二劍先生 好 那今天呢 要給你檢定的包包 就是我在網路上代購買的 但買多少還不能說 交給你了 我的信命就交給你了 喔 為什麼一臉很母湯 感覺 二劍先生說什麼 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很意義很深長的感覺 喔 沒錯 為什麼每次二劍先生在檢查包包的時候 看起來那個凝重感 都讓我覺得有點害怕 瓜哥那個是25對不對 對 等一下來揹揹看 看我是不是25 因為我真的蠻矮的 我在想我背後背後可能太大 到底是來驗包還是來買包 等一下我 等一下 你還噁心在漏五十八 很短的啊 要寫的 他說這個包 有一點點怪怪的 但是他還沒辦法篤定是不是真的 女湯 就再給他一點點時間看一下 好 因為現在就是 我剛打開嘛 我已經有先聞過他的味道 是覺得他的味道是有點比較偏向 新車那種汽車皮的味道 所以高級味我就把它都歸類在 是愛馬仕味 但是現在二劍先生就覺得 這個味道跟愛馬仕皮革的味道 其實有一點落差 所以現在就是覺得這個包可能是 假的 不要再tag我了 我現在心情已經複雜到不行了 所以我們有殺眼貓點點點 他就只有味道有一點怪怪 所以只有味道的問題 對 其他細節也要什麼啊 讓我們有慾 對 要講結論了嗎 嗯 請二劍先生說 這個包到底是真是假 真的 真的 嗯 大丈夫 大丈夫 OK 那我也想要請二劍先生見價一下 如果今天這個包我要賣給你們的話 你們會用多少價格去收購 因為我其實差不多買25萬左右 是不是因為說這個的尺寸比較大 所以比較沒有這麼受亞中的喜歡 所以它價格會比較低 嗯… 大体… 尺寸30は2番目的認識があるでしょう 26の方が… 1番… 1番… 値段が… 高い で まあ家で売る値段が大体… 定価の1割… 20… 1万円 とか22万円ぐらいだから まあ買取は14万円とか… 15万円とか… それぐら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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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す Lindy 30 應該是說第二有人氣的 那第一還是比較小的26 那這樣的話 它的價格可能就會… 是它掉的一個原因 那我想要問 如果今天是全新的Lindy 26的話 收購的價格會比14万円再更高一點嗎 うん…そうだね 26の方が大体… プラス… 3万円ぐらい 26的話 我們就大概可以收到17 28 那這樣差很多欸 因為26的它的購入價格又相對是比較低一點 如果都在專櫃買啦 所以以二手的流通性來說 26還是目前是最保值的 對 那我想要再問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像我這個顏色是大象灰嘛 那之前二間先生有說過 比較深色的是比較受大家喜歡的 那大象灰跟黑色之外 愛馬仕的包包色系 還有哪一些是客人會比較喜歡 跟二手流通價會比較好的 えっとね… マニュアガルナ そうですね 焦糖色 好像就是…就是像三大金剛色 就是黑色 然後大象灰 或焦糖色 其他其實…就還好 嗯…了解 好的 那今天也謝謝二間先生 然後也謝謝林小姐 剛剛他們有說這個包 他們覺得應該是正的 但是就是還是有幾點有疑慮 二間先生 然後還有他們其他的店員 就有在出來做一些分享 大家想知道的話呢 就可以留到片尾看花絮 那還是來總結一下好了 這次的包包呢 我買的我覺得算是非常滿意 因為畢竟大象灰配金扣 其實真的是非常難買 在台灣就是像我這種 小小小小小客戶 甚至連熟客都撐不上邊的那種 所以只能靠代購買到啦 能買到我覺得算很幸運 那最後檢驗結果 雖然他們說他們不太敢收 但是我是內心還是祈禱著 他應該是真的 但如果就算不是真的 我覺得也算了 又不是我唄 沒有啦開玩笑的啦 好啦總之呢還是非常謝謝 二間先生他們幫我們檢定包包 大家如果對包包有問題 或是有買賣問題的話 也可以到楓月這邊來問他們 那就不要問我了 因為不管我的事 每次很多人都會問我包包的問題 但其實我也不是到非常了解包包 就是還是交給專業的比較好 然後再來就是我剛剛前面有講到 Lindy 26黑金 當初到底是怎麼買到的 其實我是在前年在韓國買到的 剛剛二間先生有講到嘛 其實Lindy最熱門的就是26這個公分 然後黑色配金扣又是特別的難買 可以教大家怎麼買 因為在台灣如果你們不是熟客 其實基本上也很難買到 我是建議大家可以去國外的機場買 成功的入手率應該會增加到80%左右 因為我是第一次在韓國機場 我就直接說我要看Lindy 26 他就直接拿出黑銀給我看 然後我就跟他說 欸可是我比較喜歡金扣欸 那那個店員是有稍微猶豫了3秒鐘啦 後來他還是有把黑金拿出來給我 所以我覺得在國外買到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那如果大家想要買到像這種小包包 又不想要靠代購增加風險的話 我是建議就等疫情過後呢你們可以去韓國啊日本啊 除了機場之外他們在國外貨也會比較多 也可以建議去歐洲看看 因為歐洲人呢就是身形就是比較大嘛 所以26在他們那邊的需求相度會比較少啦 就是給大家一點小小的建議 我們沒有覺得他是假貨 是 只是我們會覺得他有一點微妙 所以在收購上面的話我們就 就會更小心 因為畢竟你每次要把他再拿來賣客人 對啊 其實有些珍品 他可能也是師傅的做工沒有那麼好的話呢 可能就也會打掉 不代表說那是假的 那可能只是沒有在我們收購的 範圖裡面 對對對 這是有疑慮的 就是覺得這個扣子稍微有點太涼 然後第二個疑慮是他包包裡面的味道 不太像愛馬仕原油的味道 然後最後一個的話就是構正 一般的話他們說這個黃色應該是會再淡一點 但是這個就是特別深 所以也是蠻奇怪的 但是也有可能因為國家 或者是因為今年他們可能構正上也有顏色轉變 這也不一定 好那還是謝謝你們 謝謝